ST先冲了 ST先冲的 NV啊 所以说实际上来说 NV才是缠 哇这边清晨和 比较比较都倒 其实这个场面很难打的 君米缠 令缠 这波到底是怎么打过的 我记得应该是好兄弟来了 黄雀 黄雀来了 黄雀是TC 黄雀是TC TC来了 然后现在你看 比较比较和清晨这边 竟然爬回去了 然后君米在这边 顶住了一个XY的冲锋 然后向上这边 打了个背身 特别关键啊 这波TC真是好兄弟 向上这边K了个头 哦没K到 然后现在的话 NV决定 就是 死守这个教堂 我们不出去了 我们不出去打 因为他们觉得还会被劝 所以不出去打 然后现在的话 攻方是TC 首方是 STE DLY先烧倒了导师 然后DLY又一颗雷上去 然后这边另 哇 然后120一颗雷 直接放倒了弟弟 直接痛击我队友 然后人头被Ling给K了 然后DLY一颗雷放倒 120结束 这个是类 这个是录像啊 然后我们注意看到 刚刚是蝉和那个啥啊 刚刚是 那个 TC是蝉 那这个 不是TC是螳螂 不是TC是黄雀 那么体坛就是猫啊 体坛就是猫 哎等等 我想知道 E4是在哪里抽的 哦在这个位置抽的 兄弟们 看到没有 在这位置抽的 这是那个 就是给大家 就是大家想看这部副盘 就给大家看一下 然后现在的话 体坛就是猫 猫完之后就是 人 人完之后就是狼 最后蝉活到最后 小 哦对对对 还有橙C到底是怎么死的 人不是我都忘记了 哎呀 血魁啊 忘记看了 等会儿我们去看一下 这个我 这个我特别感兴趣啊 真的 像素一颗雷放倒 叭叭叭 主要是这波就是 TC发起冲锋的同时 体坛来了 看体坛现在取车赶来 微信已经来了 所以这波就TC最后就没有办法 他们两个人在防区 两个 哦 GIMI这波很关键 又打倒了王远远 GIMI是真顶啊 青神这边放倒了像素 这不就是那盘吗 兄弟 然后最后只剩一个阿兰了 然后这边花池也没顶住 就结束了 那只连打代表一个微笑 这时候猫来抓黄雀了 阿兰这时候要回房 但是 你看还有一个小细节就是 这个门 哦 这个门 其实这个门 其实阿兰坐过的时候是关了 导致像素爬不回去 不然像素有可能爬回去 大家看一下 阿兰 哎呦 我这边看 哦 越来越 我这边倒 原意被最后身后另收掉 这什么 这个时候DKG把GIMI又放倒 就是 这时候恩威想去清一下体坛 结果发现还是清不得 比亚比亚又放倒了经验宝宝 然后另放倒了素 这时候DKG和 这时候的话体坛变成防守方 DKG变成进攻方的 攻守再次復活 然后因为NV看到人来了 继续回到这个教堂防守 那现在的话DKG就是猫 而不DKG就是人 继续回到这个教堂防守 不要问奇怪的问题 NV再说一遍 往DKG这边去冲那个啥 去冲体坛了 这边清晨好兄弟啊 晃倒了纯洁 令 全摸摸拉过来 你们想看我留多少个盒子 我们现在就看一下 给他冲上来了 不那个啥 NV先冲的 NV先冲了 NV现在做出决策 我要劝两队 然后看DKG这边是被那个啥 就是肩宝宝又被4M放倒了 就4M又来了 这时候NV应该再次做出抉择 就是我们要退回去 这边把 这边把孤苏烧倒了 就可以考虑把这个楼冲了 但是必须得有人在外边 就是在外边守住 看看令这边 清晨 这边是先DKG和4M打起来的 我这4M一瞬间被团灭了 4M一瞬间被团灭了 然后看表面边和清晨这边是要顶住的 清晨这边一滴血 哇 这边差一点打破了 然后被捕了 好了 最后把凯旋收掉 没问题 然后的话 JB这边又清掉 清掉最后的DKG 然后结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